大家好,我是曼氏,是一名毕业于清华瑶湾的博士生 这期视频将会为你揭开无限这个概念神秘的面纱 彻底回答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 0.9循环为什么等于1 你还将了解到一个课本上都没有的关于根号二式无理术的证明 以及第一次数学危机究竟是怎么解决的 为什么第一次数学危机和第二次数学危机息息相关 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又可以回答0.9循环等于1 准备好了吗 一键三连,让我们开始吧 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学习过了 除不净的除法该怎么做呢 比如说1除以9 你如果拿除法算式去算大会发现 永远是1,怎么都写不完,无穷无尽 所以小学引入了这么一个上面加一个点的记号来表示这样的数字 比如说这就表示有无穷循环给1 由这个记号就引发了一个长久以来的争论 那就是0.9无限循环和1到底谁更大呢 有关这个问题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 0.9无限循环是等于1的 他说你看啊 0.9无限循环可以写成9乘以0.1无限循环 而0.1无限循环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它等于9分之1 哎,你看,这就等于1 听起来是不是很有道理 但是呢,另外又有一部分人说不对 0.9无限循环小于1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啊 我们当时讲过怎么去比较两个小数的大小 从前到后嘛 你比整数位的时候 就已经分出胜负了 1是1 0.999是0 所以下面这个数当然更大呀 这两种说法好像都各有道理 却又彼此矛盾 究竟谁对谁错呢 事实上要解答这个问题 你要追踪定义 什么意思呢 在小学这样一个不严格的记号 0.9无限循环的这个意思当中 严格的数学里 它到底代表一个什么数呢 我们不清楚 甚至进一步的 当我们写下等于号的时候 在这样一个严格的定义里 等于又应该是怎么理解它呢 所以啊 在接下来的部分 我们就会带你一步一步的 去走进整个数学严格化 实数的这个过程 并且在这个过程里 你会发现 其实第一次数学危机 和第二次数学危机 息息相关 让我们先把时钟 拨回千年前的古希腊 那个时候啊 有一名著名的数学大师 叫做毕达哥拉斯 他最有名的成就呢 是提出了毕达哥拉斯定理 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勾股定理 直角三角形 直角边平方和等于斜边平方 你看左边这个图啊 他手撑的桌子上 就有他著名的勾三鼓四弦五 那毕达哥拉斯学派呢 其实就是毕达哥拉斯 引导下来的一批人 他们的这个一个学派 这个学派有两个信仰 第一个信仰叫做万物皆数 All things and numbers 他们就坚信啊 这个宇宙万物的一切的东西啊 本质上都是可以表示成数字的 这一点啊 对于当年的计算机 也有很大的这个启发 比如说你们看到的视频啊 游戏啊 它本质上都是数字 给你呈现出一个什么概念 那第二个他们坚信的概念呢 叫做数字皆可公渡 这里你可能奇怪了 什么叫做数字皆可公渡啊 公渡又是什么意思 简单来说 公渡就是可以公共的度量 那什么叫度量呢 说白了 度量的意思就是 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单位 把它们变成这个单位的整数倍 比如说啊 你看这里有两个线段 它们有不同的长度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信念就是 我总可以找到一个 小小的这个线段的单位 然后呢 它可以让你的第一条线段 变成它的若干整数倍 让你的第二条线段 也等于这个单位的若干整数倍 这样的话呢 这两个数也就是线段呢 它就可以表示成这个单位的整数倍 也就是被公共度量了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在于 你怎么找到这个 可以公共度量 它们的小的单位呢 答案呢 其实我们在小学的时候都学过 那就是辗转相减法 每次你可以拿大的数字 去减去小的数字 比如说这里 10比6大就再去减它 6比4大 那6再减去4 如此循环往复 当你在有线步之内 一定可以得到 把这两个数字变成相等的时候 这个相等的量 这一段就被提起出来 成为一个可以公共度量 它们的单位 这个时候啊 你如果再去拿这一段去比原来的这个量 你一定会发现 原来量是它的整数倍 比如说第一个啊 就是它的8倍 而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5倍 这样啊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这样度量出来的两个量 一定是互质的 它会把任何一个总量啊 变成两个整数 那听起来好像挺简单的 对吧 但这里可能会有人问 哎 为什么你非要用线段呢 直接那整数刀腾不就好了吗 哎 这个其实啊 要归功于欧几里德 早在他最开始的那本宗师级别的著作 几何原本里啊 就是这样用线段来表示数字之间的 比如说你这边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定理 说如果A比B等于C比D C比D等于E比F 那么A比B等于E比F 哎 就是这样 在古希腊的数学体系里呢 比值 其实也就是你这里能看到的ratio 它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我们通常所说的有理数 rational number啊 其实中文的翻译是有一些误导性的 rational虽然跟西方启蒙主义里 所说的那个理性rational是同一个词 但是其实含义有微妙的不同 有理数的rational 它的词根来源于ratio 也就是比值 所以呢 相比于有理数 更好的一个翻译和说法 应该叫比值数 所以啊 这里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表情包 利用了这个双关梗 你可以看到 虚数单位i和pi在那里吵架 对吧 pi说get real 现实一点 他就在说虚数imaginary number 它不是实数real numbers 那虚数单位i对pi说 你理性一点 be rational 那玩的梗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可比的ratio 和理性rational的这么一个双关 那么理解了古希腊人喜欢用几何来探讨代数问题 这样一个基础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看看西帕索斯是怎么证明根号二是无理数的 这个证明啊 其实跟很多人在教科书上看到的证明是不太一样的 首先我们知道根号二来自于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 ABC 如果直角边的边长AB等于1的话 我们就知道斜边AC等于根号二 那么接下来西帕索斯就会利用刚才我们所说的辗转相间 想要试图在有限步之内把AB和AC去公比掉 那么我们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呢 首先我们可以从脚A引一条脚平分线 交BC与点D 然后呢再由D向AC引垂线垂足为E 简单的初中几何知识会告诉你啊 根据角角边ABD和AED这两个三角形是全等的 所以呢你就会有AB等于AE BD等于DE 那这样你第一步辗转相间就可以把AB搬到AE 那AC减掉这一段剩一个CE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把AB 把它根据等腰的性质搬到下面来 这里注意啊 右下角CD又是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 所以呢你就知道CE是等于DE的 因此我们就可以先把CE搬到DE这个位置 再注意到刚才的全等告诉你BD是等于DE的 所以DE又可以搬到BD 那辗转相减BC和CE减掉这一段之后呢 就剩下CD 现在让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两个线段 我们要公比的这两个线段 你发现了什么 我们给它颠倒一下位置 你会发现它又一次成为了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的直角边和斜边 完全一致你回到了刚开始的起点 西巴索斯因此立刻意识到这个过程是无穷无尽的 你不可能在有线部之内停下来 这也就意味着一和根号二是无法找到一个共同的单位 使得它们都等于这个单位的整数倍的 换言之 根号二是不能写成两个整数之笔的 所以这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因为在当时整个数字的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它们不知道无限循环无限不循环这样的概念 但西巴索斯却可以用几何的方法论证出 根号二是一个无理数 现在让我们来仔细品味一下 这个令人惊奇的反例蕴含着什么 很多时候望着现有的知识 去设身处地带入历史当中角色的视角 体会它们所面临的困境和疑惑 思考一个解决办法是非常有益处的 它有助于你深入的体会某一个定义 概念乃至于一个学科的本质 最妙的事情是 历史还会给出你一个标准答案供你参考 在这样的练习和追问中 你的思辨能力会大幅提升 因为这种思考本身就是最好的创新练习 对于当时的人而言 分析这个问题背后的本质 解决这个危机和困惑 创造出全新的理论 就是创新 现在让我们来仔细品味一下 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的信仰 和他们所遇到的问题 比如说画一条数轴 我们知道所有的数字都在这根数轴上 比如说0啊1啊 负3啊2.5这样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信念在于 因为我总可以把单位1的这个长度 分成任意小的单位 所以单位分的越细 我表示的精细程度就越高 我可以把数轴像这个尺子打上刻度一样 打上这些整齐画一的这些小刻度 他们的信念就在于 任何一个数字只要我把刻度打得够细 总可以在某一个时候让这个数字刚好在这个刻度上 吗 西巴索斯就告诉你 根号2就不满足这件事情 它非常的顽皮 无论你把这个刻度打得有多么的细 多么的密 最终你都会发现 根号2它绝对不会完美的落在任何一个刻度上 你可以很接近但永远不可能刚好的达到它 所以尽管笔直数也就是有理数 在这根数轴上无处不在极其稠密 事实上你可以在任何一小段区间里找到无数多个有理数 可百密中有一书 数轴上有洞 这些洞就是无理数 它们是不能表示成整数的笔直的 你在不断的接近这个根号2的过程当中 你的每一步这个细密的刻度都是有理数 可是最后它接近的这个终点根号2却不是有理数 这就好比你是张三 你费了好大的劲 长跑比赛跑了十公里 然后结果越过终点线的那一刻 你却变成了里四 讲排归里四的了 这就被称作有理数的不完备性 这里顺带一提 在后面的视频我会告诉大家 假如你在0到1之间均匀的去随机取一个数字 它是有理数的概率是0 是无理数的概率是1 也就是说用有理数去覆盖数轴 其实它不是有没有动的问题 它是几乎全都是动 它啥几乎都没有覆盖到 这个具体的原因跟测度论有关 如果大家感兴趣 我们之后会出一期视频单独说 可是这里你想它就有一个很矛盾的问题 你看 明明看起来有理数这么多 你就像随便踩一脚能踩死无数个蚂蚁一样 任意小的区间你都能踩到无数多的有理数 可是数轴居然遍地都是根后尔这样的无理数 不能够写成整数的笔值 写成小数部分没有循环节 是杂乱无整的 这是怎么回事的 所以从这个例子你就能发现 我们人类的感性感觉和判断它是不靠谱的 毕达哥拉斯一开始就是因为觉得 我把刻度分得足够细足够密 总可以让任何一个数字都刚好的在刻度上 和西帕索斯用严格的逻辑告诉你 不对 跟浩尔不满足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应该如何建立起一个最严格的逻辑框架 在之后只在数轴上任何一个实数的时候 都能精确严谨地定义 并且描述这个数字呢 你可以暂停想想你的答案 而数学给出的标准答案是用过程 用无穷的过程来定义这个数字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如果我让你写出根号二 你可能会这样一味一味地无穷地写下去 在这里只有你无穷地写下了这个根号二 而每一位小数才能够说 你写出了根号二定义了根号二 你在任何有限的时候停下来 它都不是根号二 它都是一个有限小数 而有限小数是一个有理数 所以我们这里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实数最终是怎么真正在数学结构定义的呢 叫区间套定理 比如说我们用这种定理来定义一下根号二 我们首先把根号二定位在一个区间里 我们知道根号二是在一到二之间的 我们每次把这个区间分得更细一点 把根号二缩进到一个更小的范围当中 比如说它在一到一点五之间 进一步缩小的 你会发现它在一点二五到一点五之间 如此循环往复 不断逼近 把根号二所在的这个区间分得越来越小 无穷无尽直到这个区间的长度趋于零 最终你会得到一系列无穷递降的层层千套的 最终无限小的这个些区间 而这些区间请注意是这些区间 它们一起定义了根号二这样一个数字 所以在之后啊 当我们提到一个实数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脑海里浮现出来的不是 实数轴上的一个孤立的 静止的 无条件的拥有无限精度的点 而应该想到这样一个层层向下千套的 不断逼近的区间的过程 因为那才是整个数学系统最根源的 对于每一个实数的定义 也就是区间套定理告诉我们的 每一个层层千套不断缩小 直到宽度趋于零的一系列区间套 都唯一对应着一个实数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回到一开始 回答这个问题了 0.9无限循环本质上 就是一个不断缩小的区间 每当你写下一个9的时候 它就缩小为这个区间最右边的十分之一 因此当你无穷无尽地写下这个9的时候 本质上你是在一个无穷收缩的 这个区间的区间套 我们不妨来仔细思考一下 在实数轴上 哪一个数字可以永远地保持在这个区间之内呢 没错 只有1可以 所以区间套定理也就告诉你 这个唯一的实数 它0.9无限循环 其实在数学的本质上 就是1 现在就让我们重新回顾一下两次数学危机 第一次数学危机来自于一个小小的等腰直角三角形 西帕索斯发现两条边辗转相减的过程无穷无尽 人类第一次意识到存在不能表示成整数之比的数字 这件事换句话说 就是有一串有理数 当它不停地逼近某一个数字的时候 最终无限逼近的终点 居然脱离了有理数的范畴 变成了无理数 第二次数学危机的本质是 牛顿在计算导数的时候 一会儿说这个横坐标的差 H不是0 所以我可以在分子分母上把它给约掉 一会儿却又在最终得到结论的时候 说H等于0 于是直接把H给约掉了 H到底是等于0还是不等于0 看起来在反复的跳动极其的不严谨 仔细思考你可能发现 这两次危机有类似的地方 那就是一个过程它本身的性质 当它演化到无穷无尽的极限状态的时候 可能就没有 结果变得完全不同 换言之 有一些数学概念和知识 是必须要在无穷无尽的趋近的过程之中 才能达成质变完成定义的 比如说无理数在数学最基础的定义 是有理数无穷逼近的过程 而导函数 它来自于delta y和delta x 比值在H无穷趋向于0 却不等于0的这个过程当中 最终所趋近的那个稳态的值 到这 我们就来到了高等数学重要的入门概念 极限 你现在或许就理解了 为什么高等数学第一章永远是先讲极限 因为它就是一个重要的分水令和门槛石 在此之前是我们中小学学习的有限离散的数学 在这之后是连续无穷的高等数学 在下一期视频里 我将会从教科书上给出的根号二十五里数的证明说起 告诉你这个看起来精妙无比的证明 背后最深层的奥秘 无穷递将法究竟是什么 它还有什么你意想不到的用处 此外我还会告诉你 为什么几乎所有的数字都是无理数 为什么一厘米的线段和整个地球上的点一样多 这背后又有着怎样深刻的哲学含义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还希望一键三连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这样的视频 一定记得关注我 曼氏科普 学海乌鸦不辛苦 我们下期再会